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故事 女子夜间私会 却意外中毒身亡 先令石破奸擒 抓获真凶 唐朝永龙年间 在凤鸣山的山脚有个巴黎庄 巴黎庄有个财主名叫宋万 据说宋万的爷爷曾经当过唐高祖李渊的卫队长 后来告老还乡回到了巴黎庄 临行是 皇帝陛下赐给他很多金银珠宝 尤其是将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对鼻烟胡赐给了宋万的爷爷 以试对他的恩赏 可老话说的好富不过三代 这话真是不佳啊 宋家传到宋万这儿已经没落了 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日子 宋万本就是个浪荡子 从小就交涉淫逸 挥霍无度 这几年他把能卖的东西基本上都卖了 除了那对价值连城的鼻烟胡 什么都没剩下 这天半夜 月亮似乎心情不好 早早躲在云彩里睡住了 整个巴黎庄安晋级了 只有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正在这时 一声女人的尖叫打破了庄子的宁静 女人喊道 老爷快来人啊 叫喊的是宋万的五一太锦阳 宋万今年不过四十岁 却已经娶了五方一太太 锦阳是她过了年刚娶进门的 别看锦阳排行第五 可她的受宠程度 前面四位太太加在一起都比不上 所以 现在宋家的大权已经落在锦阳手中 寒声刚落 在外面伺候的丫鬟小翠就跑了进来 当她看到床上的一幕 顿时吓傻了 原来此时锦阳正趴在宋万身上 不住地哭泣 小翠说 夫人 这是怎么了 锦阳哭着说 小翠 快去请记室堂的李郎中 老爷不行了 小翠转身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其他人也都闻声赶来 大家听说 老爷不行了 个个表情凝重 好半天 小翠才带着李郎中进了屋 李郎中放下药箱 赶忙来到床前 他翻开宋万的眼皮看了看 然后又切了切他的脉搏 站起身摇着头说 完了 宋元外已经过去了 一句话让满屋的人都傻了眼 宋万平日里身体确实不好 因为他从小就纵欲过度 身体早就累垮了 可要说就这磨死了 大家都不敢相信 李郎中看了锦阳一眼说 宋老爷是急火攻心 突发而亡 说完他背起药箱 走出了宋府 身后历时哭声大作 整个宅子乱成了一团 正在这时 锦阳突然喊道 都别哭了 这声喊果然奏效 屋内顿时安静下来 锦阳对管家说 宋府 你现在赶快安排人手布置灵堂 宋府应声而去 锦阳又对其他鸡尾仪太太说 鸡尾姐姐 麻烦你们轮流守候在老爷身旁 因为平日里 宋万最宠的就是锦阳 宋家的大小师早就有锦阳做主了 鸡尾仪太太也都习惯了 就这样 在锦阳的安排下 大家开始忙碌起来 不多时 宋府就被一片白色笼罩 在如墨的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 宋府布置完后进屋 向锦阳赴命 却发现屋中只有鸡尾太太 他在府中找了一大圈 也没有找到 可正当他路过老爷书房的时候 却听到屋里有动静 宋府捏手捏脚 向门口凑去 刚到门口 门突然打开了 只见锦阳从里面走了出来 宋府一见 赶忙说道 五夫人 我找了你一大圈 没想到您在这儿 锦阳说 有事吗 回禀夫人 外面已经准备妥当 您过去瞧瞧吧 好 说完 锦阳回身关上书房的门 随着宋府走到前院 天一亮 宋万去世的消息 就在寺里八香传开了 刚过了晌午 门口突然来了一大群人 这些人各个脸色阴沉 气势汹汹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宋府一见 心下大惊 因为这些人大部分他都认识 有饭馆的老板 有布铺的掌柜 就连青楼的老宝子也在其中 宋府当然知道这些人来此的目的 那就是要钱 他家老爷生前无论去哪玩都是记账 因此欠了不少的债 这些债主今日登门肯定是来要账的 宋府赶忙转身跑回正堂送信 众夫人一听 顿时下的花容失色 锦娘问宋府 这时我们怎么不知道 宋府低着头说 老爷不让我告诉你们 要是我说出去就把我辞了 说话间 那些人已经闯进灵堂 为首的正是复原饭庄的孙老板 他沉着脸说道 敢问现在宋家谁做着 大家同时把目光望向锦娘 锦娘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一步道 有什么话您对我说吧 孙老板上下打量锦娘一番 然后说 宋老爷生前在我们那 可是欠下不少银子 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钱 虽然宋老爷走了 可这账不能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过来收账了 锦娘闻言定了定心身 说道 孙老板还有各位掌柜 大家请放心 我们宋家还不至于欠账不还 只是现在我们正在办理老爷的后事 还请各位宽献几日 等我们办完事 肯定将欠款还清 孙老板一听 大声说道 那可不行 不是我不信任五夫人 你们宋家的情况我们都清楚 宋老爷把能卖的东西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那对鼻烟糊了 说实话 如果不是看在宋家还有那对价值连城的宝贝 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让宋老爷白吃白喝这抹酒 今天我们一定要拿到钱 锦娘一听 转头和四位姨太太商量道 四位姐姐 你们也都看到了 现在债主上门 今天如果不还钱 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大家说怎么办吧 此时 鸡卫姨太太吓得抖如筛糠 他们只会偷偷地抹眼泪 早就没了主意 孙老板见对方不说话 催促道 我可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要么把账还清 要么把那对鼻烟糊给我们 两条路只能选一条 话音刚落 就听门外一个声音传来 孙老板 这话说得有些伤和气了吧 众人回头一看 一个年轻公子正站在门外 只见此人无短身材 样貌倒也不错 可配上满脸的疙瘩 总给人一众望而生艳的感觉 孙老板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他赶忙上前施礼道 周公子是您啊 这位公子姓周 是县城首富周松林的儿子周亮 就因为他满脸疙瘩 大家都管他叫周蛤蟆 周亮说道 孙老板 你可知道武夫人是我们周家人 按照北分他 还是我没出武夫的姑姑 孙老板心下意惊 他赶忙对锦阳说 我们不知道武夫人和周家的关系 多有冒犯 然后又转头对周亮说 周公子 你看这事 周亮撇着嘴说 送园外一共欠你们多少银子 孙老板从怀中掏出一本厚厚的账簿 说道 一共三千两 这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周亮一笑 道 我还当多少呢 不就是三千两吗 下午你们到我家去取钱 怎么样 孙老板和众人交换了个眼神 然后说道 既然周公子发话了 我们自然同意 说完 朝锦阳一拱手 道 武夫人 打扰了 我们就此告辞 孙老板 孙老板带着人转身要走 这时周亮却说道 孙老板似乎忘了点什么吧 说完 眼睛看向的本账簿 孙老板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手中的账簿交给了周亮 然后带着人走了 宋家人献债主都走了 这才松了口气 锦阳赶忙来到周亮跟前 飘飘下拜 周亮却双手相掺 他说 姑姑 小侄可受不起您的大礼 要说起来 锦阳还真是周亮莫出武夫的姑姑 只不过锦阳家早已落魄 否则也不至于嫁给宋万座小妾 可周松林却是县城李师大师的首富 就连省城都有人家的买卖 一个是落魄 一个是首富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两家人以前一点来往都没有 如今周亮突然来和自己认亲妻 锦阳也不傻 他当然知道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没准他周亮也是冲着那对鼻烟虎来 锦阳说 周公子 你可算是帮了我们宋家的大忙了 周亮一笑 这有什么 我们本就是亲戚 姑姑说这话可就外道了 不过呢 锦阳一听 心道不好 他说道 不过什么 周亮一笑 不过呢 俗话说 亲兄弟名算账 我们周家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今天替你们出了三千两银子 解了你们的燃眉之急 你们怎么报答我呀 锦阳说 周公子想要宋家怎么报答 其实也不难 就是你们家的那对鼻烟虎 刚才孙老板 他们可是三千两银子 就要一对鼻烟虎 而我则是三千换一只鼻烟虎 怎么样 整整比他们高了一倍 锦阳也是吃了一惊 她回身和鸡尾夫人商量 四位姐姐 你们怎么看 现在咱们宋家可以说是危在旦夕 别说是三千两 就连三百两都拿不出来 我看不如就答应了周公子的条件 先把这官渡过去再说 众人面面相觑 一句话没说 锦阳接着说 如果大家都同意 我就去回复周公子了 四位姨太太最终都点了头 锦阳来到周亮身前 说道 周公子 我们商量好了 就按您说的办 周亮一听 立刻洗上煤烧 他说 那就这磨定了 说主伸出右手 锦阳轻轻从怀中 掏出一个预制的鼻烟虎 放在周亮手中 周亮小心翼翼拿在手里 仔细观察 只见这个鼻烟虎通体 没有花哨的图案 却有一道纹路 贯穿整个湖身 似一条蜿蜒的青龙 正要冲破云霄 周亮把宝贝捧在手心 顿时有种清凉之感 他心道 传说这个鼻烟虎 卧在手中冬暖夏凉 看来果然名不虚传 看着周亮出身的样子 锦阳轻咳一声 周亮回过神来 笑道 好东西 锦阳说 周公子 账簿该给我们了吧 周亮尴尬地 把账簿递给锦阳 然后说道 那只鼻烟虎 锦阳说 周公子 老爷的后事还莫办完 您先回去 等我们处理完家事再说 周亮虽然有些不情愿 可看着手中的鼻烟虎 还是扭着性子答应了 然后他一转身 志得意满地走出了宋府 到了晚上 锦阳偷偷换了衣服 外面照理件黑色长袍 坐上一层小轿 直奔县城的四海钱庄 到了四海钱庄的门前 锦阳下了叫 轻轻扣打门缓 不一会门开了 锦阳和伙计说了几句 然后跟着他走了进去 来到客厅 锦阳见到了四海钱庄的正掌柜 正掌柜说 五夫人深夜到访 肯定是有事吧 锦阳哀叹一声 道 正掌柜实不相瞒 我是来求您的 哦 什么事 锦阳说 我是来借钱的 想借多少 锦阳伸出三根手指 道 三千两 正掌柜面目难色 说道 五夫人 不是我博您的面子 这么多的钱 我莫办法借给您 锦阳赶忙说 我可以用家里的那对鼻烟壶 做抵押 正掌柜一笑 五夫人 我怎么听说 这对鼻烟壶 已经抵给了周公子 锦阳闻眼 心想 消息竟然传得这么快 然后他尴尬地说 正掌柜 既然您已经知道了 我就和您说实话吧 我们宋家 不想把宝贝卖给周家 今天之所以答应他 只不过是权宝贝卖给你了 只不过是权宝贝卖给你了 锦阳望着正掌柜的背影 只得无奈地走出了四海前庄 可他刚要上轿 却见一个身影急匆匆匆地身边走过 虽然对方身上也裹着一件黑色长袍 可锦阳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正是自己的好闺蜜瓦尔 瓦尔是济石堂礼郎中的夫人 平日里和锦阳关系很好 锦阳出于好奇 于是偷偷跟在瓦尔身后 只见他一闪身拐进了四海前庄的后门 锦阳看到瓦尔轻敲了三下 片刻后门被打开了 开门的正是郑掌柜 瓦尔进去后 郑掌柜探出头四下张望 发现磨人跟宗者才将能关上 锦阳被眼前的一幕惊得无以复加 他做梦也莫想到 瓦尔会和郑掌柜搞在一起 他没有多坐停留 赶忙成交回到宋家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周亮就怒气冲冲地 闯进宋家 他静止来到锦阳跟前低声说 锦阳 你昨天去了四海前庄 你说的话我也都知道了 我劝你 最好按照我们的约定做 否则 锦阳没想到这磨快周亮就得到消息 不过 既然已经撕破脸 他也无所顾忌 于是直视周亮的眼睛说 周亮 我也劝你死了这条心 欠你的钱 我们马上还给你 到时候你还得把鼻烟壶给我完好无损地拿回来 周亮咬牙道 好好好 咱们走着瞧 说完一甩袖子走了出去 鸡尾一太太担心地说 锦阳 你这是干什么 触怒了周家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 锦阳苦笑一声 道 你们说的轻巧 另一只鼻烟壶在哪呢 你们谁知道 众人闻言大惊失色 锦阳说 老爷身上的那只已经给了周亮 可另一只在哪 你们谁清楚 过几天 他来找咱们要那只怎么办 鸡尾一太太 各个面面相去 哑口无言 原来宋万平日礼身上只带一只鼻烟壶 而另一只他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再加上他是突然死亡 根本没留下什么遗言 谁也不知道那只鼻烟壶被他藏在什么地方 锦阳说 没有那只鼻烟壶 我们早晚会路线 倒不如搏一搏 其他人也没了主意 值得听从锦阳的安排 几天后 就在办完宋万后室的荡天夜里 锦阳又偷偷来到四海钱庄 本来郑掌柜不打算献他 可锦阳只说了两个字玩 吓得郑掌柜直接打开房门 一进屋 锦阳就自顾自地坐在椅子上 笑着对郑掌柜说 郑掌柜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瓦儿的事 只不过我一直念在和瓦儿的姐妹关系没有说破 可你却将我们那天的对话告诉了周亮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 好 既然你不忍 我也就不讲什么姐妹情了 明天我就把你们的丑事告诉李郎中 看看咱们谁倒霉 说完站起身就往门外走 郑掌柜赶忙拦住他 恳求道 锦阳 不 吴夫人 我知道错了 你千万别这么做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锦阳一笑 说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借我四千两银子 郑掌柜没有说话 锦阳说 放心 不会让你为难的 你今天先把钱借我 明天我就拿一只鼻烟壶给你做抵押 怎么样 这买卖你不亏 郑掌柜心道 看来如果今天不答应他 他肯定会把我和瓦儿的事抖出去 到时候我们两哪还有脸见人 搬上后 郑掌柜把心一横点头同意 拖一会儿 锦阳拿着银票 从四海钱庄走了出来 第二天 锦阳直接派人去请周亮 让他把鼻烟壶带过来 可周亮却借故今天有事 要明天才能过来 无奈之下 锦阳只能又等了一天 次日中午 周亮带着手下来到宋府 一进正厅 周亮就看见锦阳正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周亮单刀直入地说 锦阳 有神魔事快说 锦阳一笑 周公子 感谢你前几日 对我们宋家的帮助 不过总欠着您的银子 我们心里实属不安 所以我打算 今天把银子还给您 说完一招手 丫鬟小翠端过一个托盘 来到周亮跟前 上面是一张三千两的银票 周亮看着银票 咬牙道 周锦阳 好手段 锦阳说 周公子谬赞了 周亮接过银票 然后从怀中掏出那个鼻烟壶 轻轻放在桌上 瞪了锦阳一眼 带着人走了 锦阳连看多莫看的鼻烟壶一眼 吩咐小翠将鼻烟壶收好 等到了晚上 锦阳带着鼻烟壶来到四海钱庄 并将鼻烟壶交给正掌柜 正掌柜把鼻烟壶小心捧在手中 不住地打量 他心想 四千两银子能换回一只鼻烟壶 也不算太亏 锦阳把东西放下后 没做片刻停留 转身匆匆离开 第二天早上 锦阳正在吃早饭 突然管家宋福前来禀报 吴夫人 您听说了吗 锦阳的脸瞬间有些紧张 她问 什么事 四海钱庄的正掌柜死了 锦阳表情有些不自然 她呕了一声 宋福继续说 还有就是 既是唐比郎中的夫人 婉儿也死了 据说死的时候 两人赤条条地抱在一起 现在这事 可是哄阳动了 没有不知道的 大家都在议论 这正掌柜 怎么和婉儿搞到一起去了 锦阳看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官府怎么说 宋福摇摇头说 官府还没有定论呢 话分两头 咱们再说之县臣大人 早上听牙翼 禀报说四海钱 装出了两条人命 陈大人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直接来到案发现场 武座验尸后 对陈直显说 两人中了同一种慢性毒药 但奇怪的是 婉儿中的毒笔正掌柜既早又深 紧接着 刘捕头说道 大人 我们在一个鼻烟壶内提取到一种毒药 应该就是致使两人丧命的毒药 据伙计说 这笔烟壶是宋家五夫人锦阳昨天夜里送过来的 陈直显略做思量 他说 来人 带紧娘前来问话 还有仔细检查屋中其他物品是否还含有这种毒药 许久后 刘捕头来报 回禀大人 屋中没有找到其他带毒的物品 陈直显心想 现在看来这正掌柜和婉儿肯定是有奸情 但按照常理 如果鼻烟壶有毒 那么首先中毒的应该是正掌柜 怎么会是婉儿呢 这点说不通啊 正在这时 手下人禀报 大人 锦阳带道 陈直显看着走过来锦阳 举起手中的鼻烟壶问道 锦阳 这鼻烟壶可是你们宋家之物 大人 是我家祖传的东西 因为我在正掌柜的钱庄借了四千两银子 说好以此物作为抵押 于是 昨日我将它从周亮周公子处赎回来后 就交给了正掌柜 陈直显种没说 你是说 这个鼻烟壶是你昨天刚从周亮手里赎回来的 是的 大人 陈直显闻眼 又对旁边的牙医说道 来呀 去请周亮 不一会周亮也被带到四海浅庄 一看见陈大人 周亮就非常不自然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 办案多年的陈直显一眼就看出周亮有问题 于是他问道 周亮 锦娘说他昨日在你手中赎回了宋家的宝贝鼻烟壶 是吗 周亮慌忙答道 是是 陈直显怜一尘 说道 你可知正掌柜 晚而都死于鼻烟壶中的慢性毒药 周亮一听脸都绿了 他赶忙说道 大人 这些我可不知道啊 在说的东西是我昨天给锦娘的 可是他也完全有可能往里放毒药 然后嫁祸给我呀 陈直显道 也有你这魔依说 说完便转头望向锦娘 锦娘镇定地说 大人 我一个弱小女子上哪里去弄毒药啊 此话一出 反倒提醒了陈直显 他赶忙对手下人说 去县城的每个药铺 查查这种毒药的来历 那人应声而去 这时只听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晚而你死得好惨啊 众人一见 来人正是晚而的丈夫李郎中 陈直显吩咐人将李郎中带了过来 他问道 李郎中 你怎么才过来 李郎中哭着说 大人 我每个月的十三都要去赶夜寺住上一晚 主要是替我母亲还愿 这件事已经坚持了十年 我刚回到家 就听说了此事 这才马不停蹄地赶来 没想到还是来晚一步 陈直显听了李郎中的话 若有所思 过了好久 去查毒药的牙医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 他手中拿着两本账簿 对陈直显说 大人 这是小人在记事堂和玄壳药铺查到的 上面记载着前天曾有人在两家店分别买过两味不同的药材 而这两味药合在一起 正是智死丸和郑掌柜的毒药 陈直显听了心中大喜 他赶忙接过两本账簿 只见上面写的是一个叫陆四的名字 陈直显问手下人 本县可有陆四这个人 手下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摇头 正在这时 一旁的李郎中说道 大人 那个陆四是个假名 此言一出 陈直显的眼前一亮 他说你怎么知道 李郎中说 前天来买药的人我认识 是周公子家的一个伙计 名叫刘四 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不小心写错了 可刚才听你一说 这才知道原来他是故意写错 以防被别人发现 陈直显又转头看向周亮 阴沉着脸说 周亮 你可有话说 周亮此时早已满头大汗 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陈直显吩咐到 将刘四捉拿归案 等刘四被抓来后 周亮自知躲不过去了 赶忙跪在地上对陈直显磕头不止 陈直显说 周亮还不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 周亮这才道出事情 原来周亮一直就在打难对鼻烟壶的主意 于是他早就暗中勾打孙老板一行人给宋万设下圈套 目的就是将来用这些欠账来要携宋家 迫使他们交出鼻烟壶 可没想到宋万死了 周亮只能把计划提前 他先让孙老板等人堵着门去要账 然后自己再出面帮宋家解决困难 开始的时候 剧情走向的却符合他的预期 他拿到了一支鼻烟壶 可没想到锦娘居然反悔了 更是从四海钱庄借到了钱 周亮期不过 于是让刘四化庄分别取两家药铺买药材 然后配置好毒药塞入鼻烟壶中 这样只要锦娘长时间把玩或者闻鼻烟壶的时候就会中毒 但这种毒药不会离时发作 而是要中毒者做运动的时候 血液流速增快 从而导致毒发身亡 可他万万没想到会把郑掌柜和宛儿毒死 等他说完后 陈志县陷入了沉思 他相信周亮没有说谎 可这样还是解释不通 为石膜瓦儿先中毒 正在这时 旁边刘捕快的一句无心之语提醒了陈志县 他说 会不会是瓦儿在与郑掌柜撕毁之前就中了毒 陈志县默念着撕毁之前 他猛地抬头 死死盯住李郎中 李郎中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 眼光闪躲 飘忽不定 陈志县问李郎中 李郎中 你妻子背着你 偷偷和郑掌柜撕毁 你知道吗 李郎中面色阴沉地说 我不知道 陈志县突然大声说道 不 你知道 你肯定知道 只不过你不敢自己动手 你再等机会 等待一个嫁祸他人的机会 是不是 李郎中低着头 说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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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陈志县大笑道 你的妻子跟了别人 你到现在还不敢承认 还在假惺惺的表演 你真是可悲呀 李郎中怒吼道 我可悲 哈哈 我可悲 现在最可悲的是 这对狗男女 他们死了 死了 你猜得不错 玩得堵我吓的 锦娘赶忙打断道 李红你在说什么 李郎中满脸泪水 他对锦娘说 锦娘 算了吧 别再挣扎了 再这样下去 我早晚会疯掉的 接着 李郎中把整件事说了一遍 原来很早之前 锦娘一直都基于宋家的那对鼻烟虎 于是他尾身嫁给宋万 为了能够得到鼻烟虎后 顺利脱身 他借机勾引李郎中 李郎中果然上当 后来 锦娘让李郎中为他配制毒药 以便将来时机成熟 毒死宋万元走高飞 那天深夜 在锦娘的温柔攻势下 宋万终于答应告诉他另一只鼻烟虎的下落 锦娘心中窃喜 在饭菜中给宋万下了毒 打算等他说出秘密 就让他就毒发身亡 没想到宋万身体不济 还没说出秘密就死了 这下彻底打乱了锦娘的计划 不过锦娘想 即便拿到一个鼻烟虎也不错 可第二天就发生了孙老板和周亮的双黄计 无奈之下 锦娘只能将手里的那只鼻烟虎暂时交给周亮 后来锦娘找郑掌柜借钱不成 恰巧发现了他和瓦尔的奸情 锦娘眼珠一转记上心来 他偷着将这件事告诉了李郎中 李郎中听后怒不可遏 他当时就想找正掌柜算账 却被锦娘拦住了 锦娘说 此事咱们还要从长记忆 几天后周亮家的伙计刘四来买药材 他以为李郎中不认识他 于是没有写真名 没想到李郎中早已看出了端倪 李郎中跟踪刘四 发现他又去玄湖药铺买了药材 常年跟药材打交道的李郎中 立刻猜到了周亮的想法 他赶忙把消息告诉了锦娘 锦娘决定将计就计 他把周亮还回来的鼻烟虎 直接抵押给正掌柜 全程他连碰都没碰过那支笔烟虎 锦娘这边进展顺利 李郎中那边也做好了准备 他中午就将毒要下到瓦儿的饭菜里 做完这一切 李郎中急匆匆赶到感业寺 这下就有了他不在场的证据 果然晚上 正掌柜和瓦儿把玩了一会儿笔烟虎 两人上床打算云雨一番 结果气血上涌 引起毒发 这才双双逼命 真相终于大白 陈之县当堂宣判 周亮 刘四夏独物杀正掌柜 判处二人斩首失重 锦娘和李郎中勾搭成奸 害死宋万 万儿 并且间接害死了正掌柜 也判处斩首失重 几个人都为了一件宝贝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真的值得吗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木匠去赴宴 闻到酒坛上有泥腥味 他掏出磨豆救了众人 明朝家境年间 安庆府前山县 有一个年于花甲的木匠 叫赵石林 他在家中排行老六 因此乡亲们喜欢叫他六爷 六爷年轻时手艺精湛 给不少达官贵人都做过活 他为人唇善 喜欢交际 在当地算得上德高望重 六爷有一个儿子叫赵磊 从小跟着他后面学木工手艺 他想把自己这一门手艺传承下去 可这个儿子却让他恨铁不成钢 不管做什么都是差强人意 这一天 六爷在自家门口教儿子跑木料 他教得格外认真 赵磊也在用心地学 等一根木料跑好以后 六爷拿起来 眯着一只眼睛看了一下 很是满意地说道 不错 熟能生巧 以后得下苦功夫 赵磊放下手中工具 不以为然地说 父亲 这木匠有啥好的 现在吃饱饭都难 六爷听到这话 眉头一皱说道 胡说 学会一门手艺 吃遍天下乡 再说 这木匠是八大匠之首 怎么会饿着呢 赵磊见听父亲说完 好奇地问道 那八大匠为何让木匠排首位呢 六爷一抚须笑了笑 耐心跟儿子说了这一回事 所谓的八大匠指的是木匠 泥匠 灭匠 铁匠 船匠 石匠 油匠 和剃头匠 以前的江湖中 人们对那些民间手艺人 都是如此称呼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匠人 只不过相比八大匠 在江湖地位上相差甚远 这些匠人 凭着自己的手艺谋生 方便世人的生活后 也为自己创造了财富 在过去 人们给活人操办的事情 称为红事 给死人操办的事情 称为白事 而木匠既给活人建造房屋 和制作家具 又给死人制作棺材 人们便称呼木匠 称为白火掌线的 因此排在首位 自然是顺理成章 父子两人正说话间 村长赵恒昌 急急忙忙跑来说道 老六 县太爷下乡体察民情 他指名道姓要见你 今天的招待你可不能缺席了 六爷笑呵呵地答应着 回头跟儿子招呼一声 就出门赴宴去了 这些年村里奶家 有大小事情都会请他去吃饭 一来他在村里得高望重 二来大家都知道六爷的本事 请他来坐镇 一般的流氓小鬼不敢闹事 这次招待张仙令是在村长家里 虽是一个村的 但六爷从家里走过去 有两三里路 要绕过一座山 中间还隔着一条河 等六爷到地方以后 村长家里已经来了不少人 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聊得很是热闹 村长这次招待张仙令的排场很大 在庭院里摆了足足十几桌 众人看到六爷来了 都过来恭敬地喊了一声 坐下来说了一番话 没一会儿就听见外面有人高喊 恭迎张大人 众人听到声音 赶紧停止攀谈 在村长和六爷位手下出门迎接 紧接着又是一番寒暄客套 张大人建村里人热情款待 很是高兴 可还是训斥了一句 以后不要搞这些行事 此番我按插走访 是为了体察民情 你们这一闹 我岂不是白走一趟 村长点头哈腰的保证 下回注意 一边请先太爷入席 酒菜都已经备好了 一番拉扯千让 张大人坐在主席上 六爷则坐在旁边刺席 等众人都落座后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村长赶紧让人在院中四周 点亮一圈灯笼和火把 这样即便天黑 院子里依旧亮如白昼 一声吆喝过后 厨房便开始上菜 荤菜加素菜 足足上了十大盘 整个院子都是香气扑壁 有句话说得好 有菜无酒不精神 有酒无失俗的人 大家都知道 县令张大人 平日里最喜好的就是美酒 这种情况又怎么少的了 只见村长拍了两下掌 村里的李寺就端上来一大坛子美酒 村长接过来 朗声说道 诸位 今日张县令下乡体察民情 实乃我村之幸 老夫将地下珍藏了二十年的美酒 起了出来 专为张大人接风 还望大家陪张大人喝得尽兴 众人闻听 都看向村长手中那坛带着你的酒坛子 纷纷露出了一脸渴望之色 在地下珍藏二十年的陈年佳娘 可是好东西呀 要知道 一坛美酒埋入地下二十年 堪比上好的女儿红美酒 简直价值惊人 此时 别说好酒如命的张县令 就连一项清心寡欲的六爷 都露出了惊喜之色 心想今天定要喝个不醉不归才罢休了 这时候村长让里四位众人将美酒开封 顿时一股酒香飘了出来 空气里都弥漫着令人陶醉的味道 院子里的众人忍不住夸赞了起来 县令张大人也竖起大拇指道了一声 好酒 真是用心了 本县今天好福气 有幸品尝如此美酒 村长吩咐李四给美人倒了一杯酒 那些人早就望眼欲穿了 这时候六爷将面前的一杯酒端起来 凑到鼻尖闻了闻 却是一滴墨壑 眉头一直紧拧着 像是思索什么 旁边的张县令刚举起杯子 瞧见这情况便说道 这等美酒 六爷还在等什么 六爷放下酒杯说道 酒是好酒 不过实在可惜了 这酒喝不得 莫等六爷说完 下面一群人就议论纷纷 有的人说六爷这是故弄喧嘘 还有人说六爷是嫌好酒到少了 不过六爷的表情细微变化 却是被两个人看在眼里了 一个是县令张大人 另一人则是村长照横昌 村长端起自己的酒 走到六爷面前说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这第一杯敬六爷了 六爷摇了摇头 说道好一领啊 这杯酒我不能喝 村长听了这句话脸色有些难看 他对着众人说道 六爷乡亲们敬重你 我向来也给六爷留了面子 今天是宴请县令大人 若是这杯酒你不喝 就是不给张大人面子 村长这番话说出来 下面又吵成一团 大家都在指责六爷以老卖老 不起好歹听在耳边甚是难听 这时候张县令出来打圆场了 他端起自己的酒精道 六爷这杯酒我敬你 六爷对张县令抱了一拳 他指着桌上的酒坛子问道 诸位大家刚刚有闻到什么味道吗 他的话说完 下面人都说是酒香 张县令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六爷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这酒真的有问题 张县令是个欣喜之人 既然这等好酒放在面前 六爷执意不肯喝的话 这里面必然有玄乎 六爷指着李四手中的酒坛子 起身走回去 扣下上里一块残留的泥土说道 刚刚李四倒酒时 我闻到酒坛上有一股泥腥味 村长接过话说道 这酒我埋在土里二十年 有泥腥味不正常吗 这话说出来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就连张县令也糊涂了 一坛酒埋在土里二十年 有泥腥味确实再正常不过了 六爷看着众人 最后目光落在张县令身上 他问道 张大人县多识广 应该知道泥香味和泥腥味很容易区分 张县令听了此言 十分自信道 那是自然 我去入室以前 也是一个庄稼汉 在那春天播种时节 泥土翻新的味道便是泥香 至于泥腥 张大人说到这里 突然停住了 他瞪大眼睛看着六爷 不敢相信的说道 六爷意思是埋着坛酒的泥土 下面有尸体 六爷点了点头 张县令刚刚判断的确实不错 所谓的泥腥味 就是那些掩埋尸体的泥土 下面有尸体腐烂 时间一久 就会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 话说到这里 大家都听明白了 这时候有人想起自己刚刚喝过酒 顿时吓得跑到一边呕吐去了 这时候村长照横昌的脸色一变 他赶紧说 六爷 你这没喝酒就开始说胡话了 李四 快送六爷回去休息 李四听话地跑到六爷身边 连拉带拽地说道 六爷 请吧 年纪大了 这酒不喝也罢 就在六爷要被赶走时 张县令大声呵斥道 今天我在这里 我看谁敢动六爷一下 他说完 静止走到六爷面前 恭敬地湿了一里 看来真相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说不定他这次可以破个大案立功 六爷叹了一口气说 哎 这谈酒不该拿出来呀 吃妹 毒吃妹 很快就来寻仇了 赵横昌到了现在已经急了 他指着六爷说道 你胡说 哪有什么死人 你说 师妹要来寻仇 你让他出来给大家看看 村长 村长话音刚落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落在人群当中 只见来者蓬头垢面 长得一副青面獠牙的模样 他对着众人一吼 吓得乡亲们纷纷后退 张县令 张县令看着眼前的痴妹大声喝吃道 何方小鬼竟然在本县面前行凶 张县令临微不惧的模样 顿时让乡亲们吃了一颗定心满 看来事情还有转机 痴妹看了一眼张县令 他自知对方是朝廷命官 身上有官运护身 他奈何不得 便转头向旁边的赵横昌看过去 一脸怨恨道 你还我命来 你还我命来 赵横昌沿路惊慌之色 他悄悄躲到张县令身后 大喊了一声 大家一起上 抓住他 赵横昌毕竟坐了几十年的村长 平日里在乡亲们面前 也是一副伪善的面孔 因此命令一下 顿时有几个年轻壮汉 拿着锄头扁担 朝痴妹冲了过去 痴妹见此情况 怒吼一声 张牙舞爪地冲了过去 三两下便将几个年轻壮汉击飞出去 这时候 他转头 看向六爷身后的一群人 犹豫了一下 在此呲牙咧嘴扑了上去 眼见情况危急 六爷赶紧从腰间布袋掏出墨斗 随即用力一拉 墨仙从墨仓中抽了出来 他口中念念有词 须值一谈 只限一道清光闪出 对面的痴妹就被击飞出去 吐了一口黑血倒在地上 然后一脸不甘地看着众人 六爷问道 你既已死多年 为何不去投胎转世 天流在阳间害人 痴妹指着村长赵恒昌 悲愤地说道 都是他 是他害死了我 害得我连投胎的机会都错过了 原来这痴妹生前叫何坤 书成县人 曾经也是一个木匠 在赵恒昌家中干活的时候 和赵恒昌的女儿走到一起了 当初赵恒昌见他手脚勤快 以后女儿跟着对方也不会吃亏 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自从何坤和赵小姐结婚以后 他就染上一个坏毛病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酒了 有时候干活都拿着酒坛子 甚至睡到半夜醒来 也要喝上半斤 有一天 何坤酒喝多了 妻子在一旁劝了鸡具 结果他大发脾气 失手打了妻子一巴掌 气得对方直接回了娘家告状 后来觉得委屈不过 便跳井自尽了 赵恒昌见女儿受了委屈 被逼死 便即恨上自己的女婿 他将对方骗到家中 在一坛酒里下了药 把女婿给堵死了 他把这件事被人知道 便将尸体埋进了柴房土里 这件事过了三天 赵恒昌在女儿的床头发现了一封信 她才知道真相 原来女婿病没有打她的女儿 使她的女儿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不想连累对方偷偷跑回家中 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搪塞家人 赵小姐知道何坤的性情 如果让丈夫知道自己患了病 肯定不会让他回娘家住着 何坤被岳丈邀请到家中喝酒 这时候还蒙在鼓里 他并不知道 妻子为了不连累他已经自尽了 所以 对岳丈到的酒一点防备也没有 没想到一场误会 却让自己害了性命 赵恒昌得知真相后 心中后悔莫及 他知道女婿爱喝酒 就买来一滩好酒 在女婿回魂夜这一天 跟对方喝了起来 何坤知道岳父错杀了自己 在得知真相后 他选择了原谅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和妻子在阴间团聚了 万万没想到 回魂夜这一天 他喝醉了 竟忘了去地府报到 最后成了一个孤魂野鬼 赵恒昌见女婿 错失了投胎的时机 心中内疚不已 这时候女婿说道 岳父大人 您不用伤心难过 只要有酒 我不去投胎也罢 就让我留在阳间 陪您多喝祭杯 赵恒昌见事到如今 也没有其他好办法 便特地去买了几滩好酒 同女婿埋在一起 何坤每天与酒为伴 虽做了痴妹 但也逍遥自在 可是今天 他的岳父竟然为了讨好先令张大人 把给他买的美酒挖了出来 何坤雨埋在地下的这些好酒 已经待了二十年 他心中想念妻子 夜夜相思 只能借酒消愁 当岳父把这些酒都拿走时 他连最后一丝期盼都没有了 梦碎了 酒醒了 回想起这二十年的孤苦 他又怨恨上岳父 认为这一切都是对方害的 便要上来报复 此刻 赵恒昌见女婿被六爷打伤 赶紧站了出来 用身体挡在面前说道 六爷 这件事不怪他 要怪就怪我吧 什么罪我都受了 六爷见状 叹了一口气道 村长 你这又何必呢 赵恒昌回头看了女婿一眼 老泪纵横地说道 说起来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一时糊涂 又怎么会有后来这么多事情 众人听村长说完才明白 原来他从一个道人那里得知 城皇爷那里 有一个让孤魂野鬼投胎转世的名额 于是 赵恒昌便去城皇庙求了城皇爷 对方告诉他 自己确实有一个名额 可惜这个名额十分珍贵 必须要阳间县太爷和阴间城皇爷都同意才行 赵恒昌为了争取这个名额 便想到讨好县太爷这个办法 他积番打听 才得知张县令喜欢喝酒 可对方是县令 什么好酒没喝过 自己一个穷苦老百姓 又能拿什么好酒招待对方呢 这时候 他就想到了二十年前和女婿埋在一起的几坛好酒 估计也只有这些酒能拿出手了 赵恒昌知道自己 去请张县令喝酒 对方不一定会来 便趁着张县令体察民情的机会 把德高望重的六爷办了出来 如此一来 张县令也不好拒绝了 让照恒昌没想到的是 饭吃到中途 六爷通过酒坛子 发现了一次端倪 他知道六爷的本事 如果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女婿 是个游离阳间的痴妹 到时候一出手 就会打破自己所有的计划 便在中途时想赶走对方 最后却被张县令拦了下来 导致自己的计划 竹篮打水一场空 等所有的事情真相大白以后 众人免不了一阵唏嘘 这一切原来都是因为一个误会引发的后果 张县令念在何坤对照小姐 一往情深的份上 他同意把那个珍贵的名额给了对方 让对方投胎转世去了 至于村长照恒昌 他毕竟错杀了人 张县令最终判了他帐行一百流放三千里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赵恒昌在行刑前竟然突发心脏兵去世了 写在最后 净水深流 苍生 独肾 踏歌 三声殷勤圆缺 一招悲欢离合 的意思是 在平静的水面下流着很深的水流 沧海上也可以吹着声 跳着歌舞 每个人的声声 世事 都如月亮一般有阴晴圆缺 因此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刻也会经历着悲欢离合 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值得同情 六爷虽有一身本事 在乡亲们眼里是德高望重的人 可是他却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同样赵磊也是如此 即便他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父亲 可是自己却做得不够优秀 让父亲恨铁不成钢 赵小姐因为深爱丈夫 一味自己死了就不会连累丈夫 却不知道自己做得糊涂是最后害了两个最亲的人 赵恒昌做事情欠思量 一时冲动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后来一错再错 害苦了女婿 自己也悲伤一生也抹不掉的罪名 最让我们觉得可笑和同情的是 女婿何坤 他深爱着妻子 却没有发现妻子藏的心事 因为喝酒被害了性命 死后仍然没有醒悟 又错失了转世投胎的机会 他心中有爱 却只知道借酒消愁 他没有读懂妻子的对她的爱 也没有体会月账后来为他所做一切的良苦用心 这个故事很长 写到最后我哭了 因为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不管是亲情 爱情 还是友情 我们经常都会因为一个误会 而伤害到彼此 最后变成了老死不向往来 小时候 我们没有理解父母将我们养大的含辛茹苦 上学时 我们没有明白老师教我们知识的用心良苦 长大后 我们没有体会身边亲人的千辛万苦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不管自己平时有多忙 一定要多关心身边的亲人 多听听他们的心声 千万别等失去再后悔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